据台防务部门统计 大陆军机自1号起连续5天进入台湾地区西南公寓 其中4号多达56架次 为该部门自从披露实施军事动态以来 架次最多的一天 台中央社称 解放军军机去年进入台湾地区西南公寓 达380余架次 今年截至10月上旬已超过600架次 其中10月1号至5号累计150架次 且几乎都是战斗机 对此台当局大肆炒作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日前称 目前台海形势是40年来最为严峻时刻 解放军将在2025年具备全面攻台能力 13号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表示 解放军演训活动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完全是颠倒是非倒打一耙 倘若民进党当局执迷不误 不知悬崖勒马 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加危险境地